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 接下来要认识一下今天的几位老师 今天有几位老师非常的特别 他们是正在我们天津卫视热播的年代情感大戏娘道中的演员 饰演蛇小四的马赫老师 欢迎 饰演洪凤鸣的萧音老师 欢迎 下面就是大家的这个老朋友 著名的媒体评论人余波红 余老师 欢迎余老师 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 图类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来吧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就看看今天的四位老师 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 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 了解一下第一队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你总是打游戏 还不干正事 很难让我看到咱们的未来 为了你 我好几次奋斗的机会都没有了 我对你的感情难道还不够认真吗 我做的还不够吗 你总是认为我身上的毛病多 一点也不包容我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和你处下去了 每次一说到咱俩的未来 你总是推脱 觉得还不到时候 今天来 我就想知道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掌声有请 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马 23岁 来自黑龙江 女陪园 有请小马 女嘉宾小郭 21岁 来自黑龙江 企业实习 有请小郭 有请 好 恋爱谈了多久了 谈了一年 谈了一年 对 整一年了 咋认识的 我们是同学 小学同学 然后之间已经好几年没有联系了 有一次同学聚会嘛 来了没有几个人 没有几个女生嘛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说是 那都回家吧 因为吃完饭了嘛 就剩一位女士了 然后我就送她回去 送到了哈尔滨火车站 然后这样呢就是留了一个方式嘛 因为本来好几年没有联系了 第一次接触 男友每天打个电话问候一下 就是吃没吃啊 饿不饿啊 然后慢慢的呢 她也没有男朋友 我就开始追 然后大概追了两年多 追到时候 哈哈 追了两年呢 对 哎呀 这个年代追两年可就算时间长的了 嗯 这不追了两年多了吗 现在谈了一年了 三年也过去了啊 变样了 一开始吧都挺好 一开始吧 因为我现在已经是念了高中之后 我就没有念绩效 然后她呢现在是在哈尔滨念大专 大专之后现在是实习阶段 这每次呢就是说寝室都是那种 公共的那种洗浴 然后她就是不想上那排队 就我在哈尔滨租个房子 然后她就上我那块去洗漱 然后一洗漱啊 这头发也比较长 原来是倒腰 这是上司我一劝说是剪短点 那头发给你掉的 满尾声间 我那浴室全是头发 然后我还 浴室掉头发不是很正常啊 那一开始不这样 一开始都会收拾的 前几个月那可愿意收拾了 哎 我给你去我家溜达丸啊 帮我妈洗洗菜做个饭呢 那我妈就一看哎呀老姑娘啊 那真好啊 那现在可完了 现在啥也不会了 好 重点不在掉头发 这掉了头发不舒适 对啊 我那不是忙没有时间吗 上学了就忙着 一个学生 上个学那才是上学 那现在是毕业了 已经都要工作了 嗯 工作了那就是有时间 那就十分八分的 洗个头你都会洗了 半个小时化过妆 一个多小时你都干了 剪个头发几分钟 你没时间了 关上门就走了 我剪头发 你看看我那几啊 你看看我妈 人都咋弄的 对不对 人家自己收拾得很干净 我说这个掉头发 如果掉那么厉害的话 你怎么不带她去看看 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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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是看了 看过一个大夫 大夫说没啥事 女生掉头发都正常 谁收头发不掉我 我说那你就剪进吧 剪完之后呢 还能干净干净 因为本来就夏天热嘛 对不对 凉快凉快 这可倒好了 剪完之后说 我同学看我都不好看 就因为我给剪的 那一个多月都没联系 掉头发和头发长 归在一块了 看见了吧 就把这两个问题归在一块了 那你还想让我剪的 像你一样短呢 我还出不出门了还呀 不是 哎呀妈 你的毛病我都说了 这一年咱们处这个 正是联合一年多吧 这一个毛病也就算了 很多很多毛病 还有啥毛病 比如说她爱花钱 爱花钱买一些 没有用的东西 买的什么瘦身的 减肥的 增高的 那不女生吧 浪马洗澡一大堆 一开始是买减肥茶 买的减肥茶 后来就让我爷爷给喝了 我爷爷说这茶 我也能喝呀 给我爷爷喝的高血压都饭了 买完之后一年多 你爷爷减肥了吗 我爷爷买 他买完之后放我家了 我给我爷爷拿去了 我说爷爷 这也是茶减肥的你喝吧 我也没收日期啊 都过期半年多 让我爷爷给喝上了 到年底去年年底吧 我妈说收了收 我都要过年了 这没用的 一大堆一拿出来 我妈说你看看你对象 这买的都啥呀 妈妈还不敢扔 怕她挑里 都放在家里门口 有一天我一生气 我全给撇了 自打那个她就生气了 那我给你买了面膜 你也找我事是吗 自己脸上取得 我给你买面膜也行 我一个二来岁小伙子 本来就是说自己工作 就是风吹日晒那种感觉 给我敷面膜 偶尔一次半次也就算了 你就是说天气干到的时候 敷个一次半次也可以 她可倒好 天天晚上整张面膜 她先贴脸上之后 再给我整一张 往我脸上一拍 到时间了一接 然后给我拍脸 说得滋润进去 我不用那个呀 我二十来岁 我没用过面膜可以吗 我不需要好不好 下回说不行吗 那你有很多错很多错知道吧 我说过生日了 你给我买点生日礼物 还得我提醒 给我买完生日礼物了 你提醒 可是你提醒了 给你买个蛋糕还想咋的 我问你要啥你不说 然后给你买了个蛋糕 我还行事给你做个长寿面 让我说完好吗 你给我买完蛋糕了 说要给我整个长寿面 我说行 这女孩第一次嘛 给我做完长寿面 我也想吃 那你做吧 面放水里了 下部不会了 我说这咋整个我来吧 我在家看过呀 我就切了几片就放进去了 那面个锅里就是 汤越来越少就糊了 我没看住 我说这就别吃就到了吧 这一到了给他爸妈打电话 说我给小马过个生日 这小马说 我这礼物没准备到位 怎么的如何如何如何 给我说的这 哎呀我这个嘴巴妈一听 这是给人妈汇报情况去了 我也给我妈说 我说妈呀 我说你看看 我就像说那长寿面不会做 妈那你就别做了 那妈说那你就回来吧 儿子你回来吧 回来妈给你想吃的 你刚问问苗苗 愿意吃啥 我回去弄 哎呀我这一听 还得自己妈给干一碗长寿面 自己啥也不会 家里那洗衣衣都不会洗 就放到那块不爱嫩 就说自己没时间 我本来就没时间 你就上来说这点小事是吗 这都是小事吧 你还说我 你自己不想想你自己 玩游戏玩到啥程度 是你比正常的男朋友 玩游戏的时间少 那你自己往里搭了多少钱 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就一天带了三千多 然后你领我去电丸城 你说给我抓娃娃 那是给我抓娃娃呀 然后呢老板都看不过去了 说赠送我们两个 都玩到啥程度了 在电丸城 审后好几个小姑娘看着呢 都领着男朋友 就我跟她抓了一天抓不着 我不生气呀 那你还怨谁呀 人家看着 那你不得怨你自己吗 人家都是头肝胖的 我哪知道两千块钱 一个娃娃没抓上来呀 能赖着我吗 听见了吗 带了三千多 花了两千多 好年没把车费都花得到 十多顿跟她等着呢 就瞅着咱俩往上抓 那我抓不上来赖成我了 那不会走嘛 非得就那么大的脸 多丢脸呢 也不对啊 最多是三个币抓一次 捡大娃娃 其他都是两个币一次 你们感情抓了一千次呢 一天 那么多东西 我真没抓上来一个啊 真没抓上来 那真够笨 那真够笨 也可能 那老板发生点 老板送了十个 当然面送的 后来说这十个太贵了 送你仨吧 仨出去我都撇了 可好意思说了 然后有一回 咱俩约会去看电影 一年咱俩出一年 总共约会去看电影的时候 一只手都能数过来吧 你说你不愿意去看行 那到个今年日啥的 咱俩去一去也可以吧 我在那电影院 等了你两个小时 给你打电话你关机 然后你闲事过温的 你给我打电话 给我打电话说 你跟你队友上份 跟他玩游戏 把我拉那儿了 总共就一只手都能数出来 这次数你还拉我一次 我跟你去看 我可不去 我有那时间我都不去 那你倒是别答应啊 你要不答应 是不是票都买不了 你说咱们哈尔滨江南江北 你整个江北的电影院 我在江南住 那可倒好 十多公里我咋去 好几站地 再说我去了 电影都开了 我还不进不去 那我还不如不去了 那你没啥你先去啊 不应该是咱俩一起去吗 那我还不如不去了吧 那行 那咱这事可以不说 然后你开始打彩票 一个月就三四千 四五千的工资 然后你还用了一半多吧 都投进去了吧 你省了那些钱 不能买多少东西啊 也就是那 也就是偶尔那一次吧 是花的是有点多 那还是在我能控制的范围吧 那你说 我每一次出去打拼一下 只是出去闯一闯 每一次都是他给我叫回来 比如说在哈尔滨 干快递行业嘛 然后老板说 这一个区域呢 你干得挺好的 不行就承包一下吧 嗯 我说那也可以 然后老板对我都挺好 开始呢 这就是认识他 你看追人家嘛 你不就得主动一点 可倒好 哎呀我这没时间出去 不行你就来我学校 我说那也行 那我去接你吧 家在加莫斯 我在哈尔滨 每一次往那儿跑 那起来咱们哈尔滨高铁还没开 一做就是一天的活生 能有一个多月吧 都是困工的时候 老板就说 小妈你别干了 不行你就回家 先处处对象 找个几万婚 稳定下来 然后你再来打拼 哥给你留着位置 人家是婉言拒绝了 然后我就回来了 第二次去珠海 比上次更严重的是 我到珠海 刚落飞机 他一个电话就上来了 哎呀 妈你在哪儿呀 我难受 我说你咋了 我好像发烧了 跟她自己妈妈说 生病了 没人陪 她母亲说小马呢 小马去珠海了 挺远的 也不知道跟谁去的 这都是她说的 然后一妈妈打电话 妈啊 你看看我姑娘好像有病了 不行 你就回去照顾照顾家 毕竟你俩都出对象了 当时得不多说了 一个小姑娘都放心交给你了 你说她妈说那是啥意思 那不就是让我回家吗 能有第三天吗 我就飞回去了 飞回去了落飞机了 照顾了两个多月 你说哪个朋友能等我两个多月呀 还是我给人打工 然后不了了之了 啥病要照顾两个多月 感冒 天天上学 我需要送菜送饭 因为学校是住在宿舍嘛 我男生进不去 都需要送门口 我有一次去西窗版纳 到那边了 干了能有一个多月吧 我打电话 你再回来吧 咱们严谨就结婚那事儿 这是她亲口告诉我的 我这一听 这是大学毕业了 有正式工作了 我以为这是要结婚了 因为这茬了 我已经是提了好几次了 说要结婚结婚的 到哈尔滨了 我说那你妈妈咋想的 妈还没跟我说 我现在五一回去问问吗 我说你这是跟我玩啥呢 我在那边干得好好的 这边告诉我 说要考虑考虑结婚 我这才回来了 要我不能回来 本来好好的工作也撂下来了 我就是跟你说一嘴 然后这五一了 五一告诉我 说是 哎呀 家里还是需要等等 等等 这是我这次上节目最重要的事 听明白 之前都可以说是小事 这个是最大的事 听明白了 逼婚来了是吧 对 因为吧 家里已经都准备妥当了 就等着女方一句话 然后我的感觉就是 哪管说是她的爸爸妈妈 不想让我们结婚 哪管说是让我们 说是承认这门婚事 说是 这小孩我看你挺好吧 我们认可你这女婿 你可以 你给我个这个话也可以 然后我出去自己闯闯 你家里对她什么态度啊姑娘 我家里对她是 持满意的态度 但是不是结婚的态度 这持满意 但是不是结婚的态度 是个什么态度 因为我二十一当 拖个一两年 就是意思让我晚点结婚 太早了 我家里的观念和她家里的观念 是反的 那不是行啊 就再等两年再结呗 我再等两年的话 我都二十五了 那我爹妈不得 咱也不知道二十五是多大 我爸妈人也说了 说你要是跟这小姑娘 没有个准心的话 居然咱家里人 给你介绍介绍 我感觉呢 她是我结婚的对象 你给我个准心好不好 不要这么 人家不是说行吗 满意吗 她满意了 让我再等一年 我等不起啊 你要干嘛去 我要结婚呢 结完婚我就创业啊 你要不结婚就创不了业是吧 那我创业也可以 要创完业之后 有钱了不也没媳妇吗 那两个我得拿着一个吧 那结婚跟事业 你先创业去吧 小子 我得先结婚呢 就非她不可了是吧 姑娘今天给她明确的话 不跟她结婚 我就是现在是 不可能跟她结婚 你看 让你来调姐了 来 你看 我调姐了 我调姐了 不是调完了吗 我要跟她结婚 人家不要跟你结婚 我五一回家 她让我问 我回家问了 这闹疼的话 我父母说 我父母说 那个等我拿着毕业证 我现在不是实习阶段吗 他就一直说 你一拖再拖 到底要拖的 我到什么时候 就这个男孩 其实像我们讲述了 因为他追求这个女孩 和这个女孩恋爱的 这段时间 他错过了 他认为人生 比较重要的三次机会 是吧 他现在希望呢 太太实实地跟女孩子结了婚 结了婚以后 他就要出去闯事业了 是这意思吧 对 假如说是 说是结婚有点早 我可以理解 那爸爸妈妈也是 可以说 双方父母见下面也可以 现在连面都没有见过 现在安排了见面 不就完了吗 那我父母是可以 现在就是 可以说坐火箭去都可以 那他爸爸妈妈也 可别坐火箭去 他爸爸妈妈 他爸爸妈妈不同意啊 来吧 老师们 你们看怎么办 一起进入九笔特文卷 闹子 我呀 我觉得上岸的不是买卖 我要是他父母啊 我估计也不太同意 现在就结婚 你看你现在 你二十三岁 刚在一块一年 我觉得有些可能 我也不知道 我是不是传统啊 反正我觉得这个太有点短 我觉得双方应该在磨合磨合 你刚才说 你为他付出了很多很多 放弃了这个机会 那个机会 对吧 你是一直在表现 就是说我对他如何如何好 你反而现在 这个我要跟你结婚 你家人居然还不同意 没有得到认可一样 是吧 你是希望这个婚姻 给你带来一个保证 你们俩恋爱 我就觉得这都很正常了 女孩子也挺喜欢她的 对吧 只是觉得现在这个时间段 没有到结婚的时间段 对 而且结婚是两个家庭的事 不是两个人的事 对不对 我这么认为 所以就是说 我的建议就是 我跟那个女孩子是一样的 我觉得就是说 给对方一些时间 你把你的事业搞搞好 对吧 只有把自己努力地做得更优秀 才能给他一个更好的未来 是吧 所以我建议就是说 好好打拼你的事业 女孩也是 如果你觉得这个男孩 真的是值得托付的 然后他的表现 以后的表现特别好 我觉得不妨多做做父母的工作 是不是 然后尽可能地把这个时间 压缩得短一点 对吧 可以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看法吧 好 谢谢马老师 好 来 肖老师 首先我觉得就是现在 男生能主动说想去结婚呢 就是想承担这副责任 应该还是说挺有担当的 但是我觉得也欠缺就是 你和父母的沟通 就他们真正催婚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说结婚 马上让那个女生生孩子 帮你带孩子呀 还是说他自己身体不好啊 怎么样的 你去跟你的父母去聊一聊 他们真正的需求 然后呢 你呢也去跟你的父母去聊一聊 这个男生的具体情况 既然说大家都是东北的 有可能的情况呀 可以双方父母见一下面 聊一聊到底是怎么想的 因为我觉得事情 是怕说开了嘛 父母催与不催 到底是什么原因 就双方都要去跟父母去沟通 因为毕竟 你们谈到这个问题了 就要把家庭关系啊 和家庭这种想法 就纳入进来 这是我给你们一些 小小的建议啊 好 谢谢 希望你们能修成正果 谢谢 谢谢 来来来 包红兄 我儿子24岁 现在还没对象 他给我的理由是 他进报社才一年 他想做出一点工作上的成绩 我也非常尊重他 你刚才说 女生身上缺点太多太多了 这是你刚才的原话 但你有没有看到 你身上有什么缺点啊 你刚才说 不结婚就没有自己的事业了 你就没有办法去创业了 这没有逻辑关系啊 所以很显然 小伙子 你身上毛病很多 就说刚才 这样的一个女孩子 确实是父母宠大的 她上了大学以后 她不会做家务 但是她也在尝试 也在努力啊 她第一次 给你做一碗长寿面 即便再难吃 心也是温暖的 你随手就到了 你身上的毛病很显然 你往往是以自己的标准 去评判别人 去要求别人 我们说二十一二十三的年纪 还是一个幼稚的年纪 一个青春的年纪 所以你有些焦虑 有些浮躁都正常 你的问题就处在你的幼稚 我们都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幼稚一点 无所谓 没关系 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 但是你要且行且进步 努力地去突破自己 成长自己 好不好 好 谢谢包红医生 来 图老师 这个以前有很多年轻人 是不敢结婚的 有结婚恐惧症 但这几年来啊 这个势头颠倒 很多人就像他一样 年轻人急着结婚 为什么 结婚的成本太低了 婚礼父母操办 房子父母买好 孩子父母来带 你啥也不用干 你只要扯个证 浸两杯酒 你就结了婚 我请问你 你23岁 你为结婚准备了什么呀 我问你 你有多少存款 对啊 但我倒不是说 没有钱就不能结婚 没房可以租房 没车可以骑自行车 但是我想请问你的是 如果你一分钱存款都没有 你没有稳定的工作 你的妻子 你的孩子 你的父母 有个头疼脑热 你连挂个号 你打个针的钱 你都没有 你结啥婚呢 你有什么资格谈结婚啊 你对别人有这样的经济保障吗 我告诉你 女方家里摆明了 不想嫁给你现在 因为她觉得女儿刚刚毕业 她还要看清这个世界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更要做的是什么 去挣钱 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然后其次 你还要有成熟的生活的 当中的一些经验 你连人家掉个头发 你都在那叽叽歪歪 你还结啥婚呢 你先把这个男人做好 再想着去做儿子 然后再想着去做丈夫 做父亲 从来没有听到过 在爱情保育站这个舞台上 一大老爷们儿 吵吵着一直在说 我要结婚啊 我急啊 男人一天到晚 在这儿要名分 你也不妨直白地说 一定有很多你母亲 父母跟你 谈论的 你们之间关系的 一些观点和话 你没有直白地传达给他 因为你怕伤害他的内心 但事到如今 你不得不说了 你父母肯定在你面前说过 这个男人一定是你看准的吗 你现在还没有毕业 等你经历了一些事情 你就会知道哪种男人 才真正能够 给家庭责任感 他不一定 其实你内心 也没有那么满意他 你自己也没有 那么想要嫁给他 你也得直白地说 你不能被道德所绑架 好像说我要是这样说的话 我就是一个使乱中气的人 我对你也不是很满意 至少我现在就是不想嫁给你 我父母同样是这个意思 你爱等就等 不等咱就拉倒 你说直白的话 没有谁可以绑架你 你可以自由选择 难道一个男人在这儿嘲嘲着 说了几句 我想要娶你 我对你有多好 你叫我回来我就回来 甚至还把自己 不能创成的意 还怪到别人身上 对别人进行绑架 然后再把自己父母搬出来 说自己父母很可怜 上有老汗 马上要下有小 那你就妥协了 那你就真正地被绑架 年纪轻轻地 就开始会哭可怜了你真是 你不像一个男人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想清楚了 教授 婚姻不可能绑住一个女人 婚姻更不可能 保障一段情感 好的情感保障 是要良心互动的 先做好自己 一起进入真情60秒 听了各位嘉宾对我的点评 我有很多的错误 希望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吧 我希望双方父母都能看到 也能认识到我这个小伙子 哪里有不足 我也会通过这次节目 来证实我自己 有能力养一个家 有能力自己照顾双方的父母 希望最后陪你走进 婚姻殿堂的那个人是我 我会努力正 考虑考虑 刚才男生给了很多的誓言 我愿意相信你的誓言 但是我觉得兄弟抬起头来 行动更重要好不好 来来来 看看是什么 就是我俩在一起之后 我过生日 第一个生日 他送我的一个音乐子 我就希望他能好好改 想起当初他的那个样子 你那个啥 香包 我那个是香包 是我在哈尔滨租的第一个房子 那个衣柜刚刷的胶嘛 味道特别大 然后他去打扫了 看到味道特别大 然后就把我买了 给我买了一个那个香包 两个香包是一组 放到了那个衣柜里 后来我自己收拾房间的时候 我发现了 我也觉得他不是那么大大咧咧的人 谢谢两位 来 请回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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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关门 来 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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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快来 快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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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啊 叔叔拿着这个 谢谢 这个阿姨拿着这个 你们帮我拿好了 这个送给你们 有人给你敷面膜 你不觉得幸福啊 我会少敷的 你还在那挑来挑去的 你就不知敷 你一天敷俩 拿回去 你帮他敷 他帮你敷 关键是要认真工作 好吗 好的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 好 谢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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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男生心里的疙瘩 今天就算解开了 其实就是破除幻想 破除所有走生活捷径的奢望嘛 这还是想走捷径嘛 就想我 我就这样了 我追了你两年多 跟你处理一年多 我就给你娶回家 以后就不管了 我在奔事业 人生不可能这样 人生没有捷径 咱一步一步地来 慢慢地走 有网友提问说 我跟我女朋友相差六年 我九五她八九 我们两个都很相爱 已经在一起十个月了 可是这时候 我家人强烈反对我们在一起 说这个年龄相差太大了 他们接受不了 他们说不是对人 只是单单接受不了这个年龄 我还应该继续吗 是否应该继续 我想您应该问问自己吧 在当今这样一个社会现状下 年龄其实不是很大的问题 那一个年龄 就已经让您如此不坚定了 那这段感情 可能您也没有多少勇气和承担 好吧 祝您幸福 谢谢 再一次的谢谢现场 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